女仆每晚都要给主人送药 却从未见过她的样子 因为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 女仆忍不住转头看去 可还没等她看清 手中的蜡烛就摔落在地 很快新女仆谢尔达接替了送药的工作 她像往常一样放好要准备离开 却突然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 谢尔达喘着粗气根本不敢回头 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 谢尔达的表情变得愈发惊怀 因为她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所以知道身后是个什么样的怪物 就在昨天 谢尔达还是个爱看漫画解说的女生 结果莫名穿越进恐怖游戏中 还成了个炮灰女仆 虽然游戏男主看上去是个大帅哥 但其实是个靠杀人续命的封批 还没等谢尔达李清现状 是女长就推开房门 让她赶紧起床干活 女主刚开始还安慰自己这是个梦 可当游戏对话框出来的那一刻 女主整个人都压麻呆住了 看着自己头上的等级 女主只好无奈地接受现实 努力完成系统发出的任务 每天除了拔草就是拔草 结果却获得了个称号 虽然不知道有啥用 但总比没有好 于是谢尔达更加卖力工作起来 但因为挫拔了公爵最喜欢的花 结果被侍女长教训了一顿 而且还要用薪水来赔偿 其他侍女见状小声嘀咕起来 谢尔达怎么总做蠢事 艾米丽整天和那种人待在一起 也真是够累的 虽然谢尔达并未在意他们说的话 但艾米丽确实是被自己连累的 她走上前道歉 但艾米丽的反应却让人意外 只见她笑着说没关系 没仔细查看也有她的责任 谢尔达没想到 自己也会有被NPC感动的一天 晚上谢尔达打开状态栏 不仅等级来到了四集 还存了几百枚金币 还没等她开心 系统就弹出一个提醒 直接扣掉了250枚金币 看着仅剩的80枚金币 谢尔达感觉天斗她了 这是谁做的游戏啊 拔了一朵花就要挨打 而且还要扣钱 气得女主疯狂敲打对话框 让她放自己回去 可当结束见亮起的时候 谢尔特又耸了 游戏结束那自己岂不是凉了 好在最后系统及时取消 虽然等级被重置回了一几 但那三百多枚金币却回来了 突然侍女长不知从哪里窜出来 让她赶紧去给少爷送药 女主本想让其他侍女帮忙送 可对方却说这是少爷点名让你送的 没办法女主只好硬着头皮上 没想到送个药 都要将小命堵上 就在她想象往常一样 将药放门口就跑路时 爱德安却从喊住了她 当对方走到女主面前时 吓得希尔达攀坐在地上 装药的盘子也被摔碎 强烈地求生欲 让希尔达急忙道歉 她趁机看了看周围 此时周围一个目击者也没有 这意味着 她很有可能就要死在这里 看着爱德安伸出的手 希尔达想要起身逃跑 但她在游戏里见过爱德安的手法 她都是瞬间让人毙命 根本没办法逃 可爱德安只是拍了拍她 我突然出现是不是吓到你了 我真的很抱歉 可对方的眼神 还是吓得女主瞳孔一锁 急忙后退说自己没事 爱德安听后松了口气 这几天看你把药放门口就走了 我还以为我做错什么了呢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虽然爱德安很温柔地问着 但却让希尔达感到毛骨悚然 全身的毛孔都在疯狂示茧 为了活命希尔达急忙找借口 我这都是为了您 少爷现在正式长身体的时候 我敲门会影响您的睡眠 爱德安听后微微一笑 原来如此不过我还是很难过 毕竟愿意听我说话的人都不见了 随后爱德安邀请女主去她房间 但希尔达却以重新端药为由拒绝 因为她实在不想进去 随后只见爱德安捡起地上的药 将她丢进了嘴里 现在可以进来了吧 女主被她的操作惊呆了 好好好你小子真是个机灵鬼 爱德安的房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阴沉 反而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此时二人都不知该说些什么 突然女主脑海闪过一幅画面 吓得她急忙找话题 少爷您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有个监护人一大早来找我了 对方那淡蓝色的瞳孔 让希尔特意识到不能再问下去 那您一定很累吧 不如换身衣服休息吧 是女长一直担心您的身体 那好吧 我就先休息一下 不过在你离开前 我有事要拜托你 只见爱德安再次伸手 能帮我把窗帘拉上吗 阳光有些刺眼 希尔特如是重负地将窗帘拉上 就在即将关门的时候 爱德安开口说道 你如果真的是为我好 那就不要让我失望 还没等希尔达反应过来 系统就弹出对话框 经验值加一千 并且获得新技能感知 女主刚离开房间 就被一群女仆包围了 显然是来者不善 不起眼的女主 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呢 而从出生起就没说过一句话 因为他根本就不会说话 这是你从未见过的游戏世界 没有温柔的大公爵宠命你 更没有实力强大的摩塔主保护你 只有撒旦转世的风批男主 因为有疲劳值的限制 希尔达在爱德安的房间睡着了 这是一旁的感知系统 忽然发出了刺眼 是爱德安 他已经到了门口 作为恶魔转世的爱德安 因为遭受诅咒 从小就遭受病痛的折磨 只有靠献祭他人生命才能活着 只有杀死这一世的天敌 爱德安才能彻底摆脱病痛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献祭后 爱德安取回了自己的一项能力 那就是催眠任何人类 可唯独对希尔达不起作用 就在爱德安思考 要不要除掉希尔达时 他发现自己的房门被打开了 与此同时希尔达 也从疲劳模式中恢复过来 希尔达你终于醒了 女主一看大boss在自己面前 赶紧开口道歉 小的把您床弄脏了 现在就去给您换被子 可爱德安却没有回答 希尔达小心翼翼地抬头 顺着爱德安目光看去 那是一只尖锐的钢饼 希尔达的心 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爱德安一步一步朝他靠近 最后在女主面前停住 有个问题 我需要你诚实地回答我 你为什么总是躲着我 爱德安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女主 一旦这个女人的回答让他不满意 爱德安就会送他离开 可女主的回答 却超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因为少爷您长得太帅了 只要看到您 我的心就会碰碰乱跳 因为害羞所以才躲着您 怎么样啊混蛋 被我的眼睛迷住了吧 我确实看到你就心脏乱跳 但那是因为被你吓的 当然这些话 女主只敢在心里说说 爱德安听后 深深地看了一眼希尔达 然后甩了甩自己的刘海 这女人说的也不是没道理 好了你现在可以离开了 正当爱德安准备开门时 希尔达突然开口道 枕头上有我的口水 干脆让我带走吧 那你要拿什么东西赔偿我呢 少爷没有钱赔不起 爱德安一愣 让女主赶紧滚 还没等希尔达开心多久 她就再次陷入新的危机 由于闺蜜爱丽丝 不敢去公爵夫人的房间 因为那里实在是太恐怖了 女主听后顿时眼前一亮 也许在夫人的房间里 可以找到阻止爱德安 继续杀人的方法 于是她就主动提出 帮爱丽丝去端茶送水 来到公爵夫人的门前 女主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随后敲响了房门 而奇怪的是 门居然自己打开了 女主刚踏入房间一步 就感觉有东西粘住了鞋子 她目光往地板看去 瞳孔顿时一锁 壁上到处都是黑色的番茄酱 而公爵夫人正在哄怀里的婴儿睡觉 只是那分明不是孩子而是羊头 女主支支吾吾地表示 小的来给您送茶了 不知是否符合您的口味 夫人抬头将目光看向希尔达 女主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痘大的汗珠 从额头顺着下巴留下 可下一秒 夫人就将目光收起 继续哄着羊头睡觉 女主端茶的手在颤抖个不停 房间里到处充满了腐烂的气息 就在希尔达打算开溜的时候 夫人却凑了上来 希尔达肾上腺素狂飙 集中生智 通过泡茶与夫人拉开距离 就在对方接过红茶的那一刻 系统弹出提示框 您将稀有红茶送给了公爵夫人 随后女主与夫人的好感度 直接升到了四级 此时夫人也仿佛变了一个人 希尔达你去过外面的村子吗 那里很值得去参观哦 这时系统弹出 解锁新地图的对话框 夫人则恢复了原样 继续哄着羊头睡觉 希尔达见状告辞离局 刚离开房间 希尔达就听见公爵夫人 在呼唤爱德安的名字 公爵夫人居然把羊头当成了爱德安 安静高难度的恐怖游戏 人工跳过死亡剧情 可还未等他松口气 便再次陷入死亡危机 面对陷入狂暴的夫人 希尔达利用关键道具 巧妙解除夫人狂暴阶段 并解锁新地探索区域 本想好好放松一下心情 却意外发现暴虐尸杀的风批报复 在村民NPC眼中 竟是和蔼可亲的公子哥 还未等希尔达细想 爱德安静追了上来 女孩颤抖的窝囊样 勾起爱德安的兴趣 主动提出帮他分担报复 却遭到希尔达拒绝 他此刻只想尽快离开 突然剪刀从爱德安口袋中滑落 吓得女主瞬间炸锚 询问对方带剪刀干嘛 爱德安解释 不就是个普通的庭院剪刀吗 可希尔达却吓得不轻 急切地想要夺过剪刀 少爷这个太危险了 让我来保管吧 可爱德安却将手举高 美其名曰 希尔达比自己更柔弱 眼看对方软硬不吃 希尔达顿时火冒三丈 用力一跳夺过剪刀 却意外撞到爱德安 对方卡住女主手腕位置 眼神中露出一抹厌烦 你想要剪刀 为什么不直接和我说呢 强大的压迫感 让希尔达再次起跳 慌忙整理好包袱 想要远离这个可怕的家伙 眼看希尔达要离开 爱德安静主动将剪刀上交 你回到宅邸后会还给我的对吧 当然了少爷 女主抢挤笑容接过剪刀 为缓解尴尬的氛围 女主将刚买的铅笔送给爱德安 平平无奇的礼物 却让爱德安露出微笑 与此同时系统也弹出 好感度加30的提醒 希尔达健壮如打鸡血般激动 既然能刷爆发好感度 就意味着这是能通关的游戏 马车上希尔达郁闷地看着窗外 由于好感度的提升 爱德安竟决定和他一起回宅 看着眼前瑟瑟发抖的女婆 爱德安再次发出死亡提问 为什么你每次见到我 都会发抖呢 希尔达谎称工作压力太大 可爱德安却若有所思地说道 再次提问 希尔达你还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女主知道装傻已经混不过去 于是便反问爱德安 您为什么 对一个女仆如此上心呢 我喜欢把敌人放在身边 就算断掉对方的四肢 也要留在身边 但对于希尔达你 我只是想对你好点 仅此而已 随着系统钉的一声 希尔达解锁了新的技能 透视之眼 这天使外表的男孩 却蕴含着一颗恶魔星 强烈的嗜血欲望 使他身边的女仆 换了一批又一批 直到新世女希尔达的出现 她不仅能免疫爱德安的魅惑之眼 甚至每次对方想要杀她时 希尔达都能巧妙地化解危机 爱德安认为她就是自己的天敌 所以总是让希尔达和自己待一起 因为她喜欢将敌人放在身边 也许这就是恶魔的占有欲 然而希尔达压根就不是她的天敌 在穿越前 女孩只是一名恐怖游戏玩家 而爱德安就是她操控的角色 希尔达现在就如同 一个等待释放的深渊恶魔 当爱德安天敌出现的时候 希尔达将会以全新面目出现 但在此之前 她仍要因为晚归 而承受侍女长的怒火 回到房间关上门后 希尔达欲哭无泪 爱德安这个下头男 莫名其妙靠过来 说一堆听不懂的话 害得自己晚归 被侍女长教训了半天 突然系统弹出一个对话框 仿佛是要解锁什么 随着确定剑的暗下 女主获得了透视之眼 可以看到物品上附着的恶念 希尔达拿出 从爱德安手中抢来的剪刀 上面居然没有任何恶意 原来当时爱德安说的是真的 她只是想去打理一下母亲的庭院 意识自己错怪爱德安后 第二天希尔达主动敲响她的房门 将剪刀还给了她 突然一个大叔走了过来 还没等女主反应过来 对方就摸上了她的头 原来大叔是宅底的医生 从小看着希尔达长大 没想到希尔达都长这么大了 当初你还嚷嚷着要嫁给少爷呢 小小年纪什么都不懂 就闹腾着要和少爷订婚 好在夫人宽宏大量 让少爷睡在你身边 从那之后你就成了少爷的跟屁虫 还有少爷牵着你的手睡觉 爱德安听后微微一笑 她没想到还有这回事 希尔达此时只想找地缝钻进去 没想到这副身体援主 居然是这样的人 随后爱德安提出要和医生单独聊聊 希尔达询问用不用自己搀扶 不用了 毕竟你看到我就心跳加索 万一等下变成 不牵手睡觉就麻烦了 希尔达只觉大脑翁的一下 脸颊顿式红了起来 你这臭小子说什么呢 世界上男人多了去 你以为我真的喜欢你吗 虽然希尔达一直在骂他 但脑海中总是闪过各种画面 久久都挥之不去 与此同时 和医生单独相处的爱德安 突然问了一个问题 舒伯特医生你觉得希尔达 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了 这时希尔达面前也弹出提示框 紧接着一台扭蛋机就凭空出现 宿主三天可以抽一次奖 不仅能获得道具 更有机会获得史诗级道具 随着开关按钮转动 刺眼的白光充满整个房间 随后一枚羽毛落在希尔达手中 难道老娘的命运要扭转了吗 可当他查看物品的介绍后 整个人顿时压麻呆住了 之后更是在床上 躺了整整三天才缓过来 还得了不害人就会死的怪病 而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 则是建起一座 专门收留将死制人的机构 公爵夫人不止一次说过 自己生了的恶魔 但医生却将他诊断为疯子 并以治病为由 将公爵夫人整天关在房间中 医生不相信爱德安会是恶魔 爱德安也认为自己是恶魔 因为他会被圣水所灼伤 但医生却觉得十分荒唐 也许是有人 在水中加入了什么药物 而且他也找到了治疗的方法 只要宅邸附近有人死去 爱德安气色就会短时间恢复如常 所以他才建造了收容所 让那些人作为爱德安的特效药 能做到完全不被发现吗 最近治安官仿佛盯上这里了 只要使用我给您的那副手套 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医生离开前告诉爱德安 让他不要太在意希尔达 毕竟青春期的女生都那样 随着房门被锁上 爱德安虚弱地躺在床上 他摸索着口袋 拿出他最喜欢的笔心 然后插在床边的笔心墙中 听了医生的话后 他觉得也许是自己起源忧天了 这时爱德安随意地扫了眼房间 似乎发现了什么恐怖的事 原来希尔达在获得透视眼后 趁爱德安和医生离开房间时 他偷偷启动了透视眼 而他的作用是分辨世界上的善恶 时间只持续五分钟 在此期间 希尔达可以感知到 某个人的物品是否有恶意 但对拥有恶意的人 不含有恶意的东西 以及眼睛看不到的东西 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 技能的冷却时间为三小时 也就是说只要利用这五分钟 找出爱德安房间含有恶意的凶器 并将他们藏起来 那么爱德安就没办法杀人了 而爱德安很快就发现了一场 医生送他的手套 以及经过特殊处理的钢笔和书 全部都消失不见了 此时希尔达的 慢慢浮现在爱德安的脑海中 这马上就要被杀死 可女孩非但不跑 反而笑出了声 因为这里是游戏世界 她可以随时选择重启游戏 然而意外却发生了 就在刚刚女孩利用透视眼 将所有可能成为凶器的物品 全部都偷了出来 其中不留痕迹的魔法手套 让希尔达想起最近的连环杀人案 假设凶手是爱德安的话 那这个手套的存在 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就在希尔达拿起手套 准备仔细观察时 身后传来侍女长的呼喊 希尔达只好暂时放弃观察 自己偷走物品的事情 爱德安迟早会发现 那她是会公开惩罚 还是会单独找自己私聊呢 希尔达不确定这个游戏 是否会设计得如此精细 如果无事发生自然是最好 可晚上希尔达 还是被爱德安单独叫来 希尔达很意外 居然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而爱德安则对希尔达道歉 表示这么晚喊她来不好意思 但自己丢了几样贵重物 希尔达听后 装傻感慨那真是太遗憾了 然而爱德安 希尔达拿的 我不想对你动手 所以请你不要挑战我的耐心 这对于希尔达来说 无疑是最坏的结果 她没想到爱德安 居然会直接向她讨要 她真的只是个游戏角色吗 系统设计的竟然如此精细 可现在这些都无关紧要 最重要的是 希尔达不知道自己被杀后 究竟是会回到原来的世界 还是说就这样彻底死去 希尔达不敢去赌 于是便谎称自己有失睡症 不明白爱德安的意思 可她认定了就是希尔达拿的 在这种胶着的情况下 我想冒昧地问一句 你有证据证明那是我偷的吗 希尔达知道惹恼爱德安 是没有好下场的 但她之所以敢这么说 是因为爱德安在厉害 也终究是系统的一部分 只要自己按下一个键 就能将游戏重置 希尔达决定不装了 她要直接摊牌 请您收起那假猩猩的关心 不管你是自己要制造证据 还是把我的房间翻个底朝天 多随你的便 我忍你很久了 你这个该死的恶魔 说吧希尔达就要按下重启键 可系统接下来的提示 无法重新开始 这下巴比Q了 孩子带系统穿进恐怖游戏 面对步步紧逼的爱德安 希尔达出烟挑衅一番后 便自信地按下了重置键 然而系统却提示 故事已经超出设定范围 无法重新开始游戏 希尔达见状立马慌了起来 你说我是恶魔是什么意思 天哪我说过那样的话吗 我这张臭嘴巴 我马上狠狠地教训她 难怪之前艾米莉说我会梦游 看来是真的呢 刚才说少爷您是恶魔 可能就是我说的梦话呢 可是希尔达 你说你在梦游 但你对你说的话 可是记得一清二楚吗 你真的是越来越会撒谎了吗 就在希尔达还想狡辩的时候 系统再次谈出提示况 爱德安已经开始怀疑您了 请说服爱德安 降低他的杀意 不然的话 您会死在这里 希尔达你没话要说了吗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应该是没什么要说的了 我越看越觉得 你知道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看着爱德安逐渐靠近 希尔达慌张地解释 表示恶魔这个词 是在服侍夫人的时候听到的 然而在听到希尔达的解释后 爱德安的杀意指指增不解 希尔达一边说着一边后退 很快就退到了门边 此时爱德安则来到了他面前 希尔达 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你是知道我要做什么吗 要不要我帮你把眼睛捂上 此时系统提示况已经飘红 爱德安的杀意即将到达极限 你为什么非要现在拿走 那几样东西呢 你之前也进过我的房间 打扫过几百次 我虽然好奇原因 但也不是非知道不可 毕竟直接杀掉你就行了 透过爱德安的眼神 希尔达知道他是真的要杀了自己 现在无论如何解释都没有用了 究竟该如何降低杀意指呢 希尔达抓了抓围裙 没办法只能用最后的办法 只见他长大嘴巴喊道 少爷您如果一直这样的话 那我也不会再忍着了 希尔达的发言 让场面顿时尬住了 你果然很擅长让人哑口无言 我很好奇你刚才是什么意思 这时希尔达突然抓住爱德安的手腕 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希尔达直接朝爱德安的怀里扑去 女主突如其来的行为 直接把爱德安的CPU干烧了 在恐怖游戏中求生存 女孩首次放下尊严 嘲讽批少爷怀里扑去 怎料看似冷血无情的boss 内心却是个纯情小男孩 第一次和女生近距离接触 爱德安顿时变得手忙脚乱 哮喘也在此时复发 看着因哮喘浑身颤抖的爱德安 让本事受害者的希尔达 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大boss 他走上前想要搀扶 可爱德安却惊恐地让他别靠近 说罢便开始躺单板 经过希尔达的照顾 爱德安哮喘得到压制 希尔达趁此机会道歉 虽然不知道您信不信 但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真的很抱歉 我甘愿接受惩罚 恢复理智的爱德安 也决定不再追究希尔达 为什么偷拿东西了 但条件是希尔达 必须将拿走的东西还回来 希尔达还想狡辩什么 可爱德安却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你拿走的东西 必须全部放回原位 我不会再听你任何辩解 也不会再大发慈悲 你明白了吗 不明白也没关系 欢迎随时来找我 希尔达听后在心里吐槽 我主动来找你 我是疯了吗 将脏手帕交给希尔达后 爱德安便示意他可以离开 可这样一来 那些危险道具 就等于一个都没拿走 至少要把那个手套留下 少爷我可以拿走那双手套 作为我们之间的回忆吗 希尔达 你不觉得你这样很厚脸皮吗 虽然很难为情 但希尔达不打算就这样空手回去 其实我一直 痴迷于少爷的体相 此时不仅爱德安觉得他是变态 就连希尔达自己都觉得变态 然而开弓没有回头见 希尔达只好继续扮演颠魄 因为迷恋您的体相 所以才会失去理智扑向您 说完还用鼻子 在手帕上猛吸几口 更离谱的是 甚至还动刺打刺地吸了起来 爱德安见状直接裂开来 我还在想他为什么要偷我东西 原来是因为他是个变态 既然你这么喜欢 我就答应你 以后我的生活起居 都有你一人负责 这下轮到希尔达列台来 不不不 我这个罪人怎么能服侍少爷呢 只要有少爷的手套 您让我去挑一个月马份东西 或者罚我去擦整个宅底的玻璃 然而爱德安却说 在你对我彻底没想法之前 就由你来负责照顾我了 如果喜欢体相 我有更好的东西给你 就这样 希尔达拿着爱德安的浴袍 独自站在门外凌乱 这时系统弹出提醒 恭喜您获得新称号 忠于恶魔的侍女 希尔达看后当场内崩 不仅手套没拿到 而且还被当成了变态 更主要的是 还要贴身照顾风批少爷 光是想想希尔达就害怕 然而并非全是坏消息 希尔达因祸得福 从一级的卑微打工人 升级到了十级的恶魔侍女 内心封闭多年的恶魔少爷 首次流露出自己真实的情感 看似平平无奇的女孩 却总是能牵动男孩的内心 随着与希尔达相处时间变长 爱德安脸上也逐渐展现出笑颜 然而在游戏中 令人闻风丧胆的她 却也有着难以言喻的痛处 就在刚刚 忙碌了一天的希尔达 在爱德安的邀请下 终于有机会坐下 自从成为专属侍女后 希尔达便忙得不可开交 早上要做早餐到尿筒 中午要陪爱德安散步 晚上还要熬夜听宝宝巴巴士 睡觉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 因为睡眠严重不足 导致爱德安凑到她面前 希尔达都没反应 过了好几秒 希尔达才反应过来 你看起来比平时要累啊 要不你今天休息一下吧 然而希尔达不想就这样离开 他想找到 让爱德安不再杀人的方法 于是希尔达便开始满嘴跑火车 我是被少爷 眉清目秀的容颜迷昏了头 如此近距离地 欣赏到少爷的美貌 换谁都会精神恍惚 爱德安听后 让他赶紧打住 随后便拿出铅笔 交给希尔达 既然你嫌到欣赏我的脸 那就去削铅笔吧 记得削得越尖越好 希尔达疑惑地将 削好的铅笔递给爱德安 正当他好奇 爱德安怎么会随身带铅笔时 突然希尔达猛地想到 尖锐的铅笔 也可以作为凶器 来不及多想 希尔达赶忙使用透视之眼 如果真的是杀人凶器的话 那就马上把他抢走 然而铅笔上却没有任何的死亡气息 难道爱德安 只是单纯地想要铅笔写字吗 就在希尔达目光朝四周看去时 他猛地发现 有株枯萎植物散发着 浓烈的危险气息 从爱德安口中希尔达得知 那是昨天舒伯特医生送来的 希尔达想要将他放到阳光下 也许就能消除气息重新发芽 然而爱德安却劝他别做无用功 无论什么花朵 只要一放在他身边就会枯萎 就算救活了他 等回到我的身边 他依旧会再次枯萎 经过和爱德安这几天的相处 希尔达明白了一件事 爱德安虽然是恶魔 但他真的很喜欢树木花朵 哪怕是去后花园 也会因哮喘不得不赶紧回房间 曾经号令群魔的存在 如今却被困在弱小的人类身躯中 连自己喜欢的东西都无法欣赏的人生 或许爱德安的杀意 就是这样积累而来的 虽然爱德安有的时候很可怕 但他确实会把别人送的礼物 当成善意而真诚地接受 或许真的有机会 可以改变爱德安的杀意 这盆花我来救活他 这是我作为专属女仆的责任 希尔达坚定的神情 让爱德安轻叹一口气 行吧 我怎么可能说得过你 如果能用这个方法 降低爱德安的杀意 那么希尔达的危险指数也会降低 下一秒系统就弹出提醒 爱德安的好感度上升到了54 明明花朵还没救活 怎么就加好感度了 难道是因为自己关心他 所以爱德安感到开心吗 本来希尔达不是真心想救花的 但如今看到爱德安的反应 希尔达决定一定要救活花 与此同时爱德安正看着窗外 虽然嘴里吐槽说 真是搞不懂他 但却不自觉地露出了微笑 我和恶魔少爷的斗智斗勇 希尔达等级提升到了10级 并且解锁了新的社交功能 可以增加好感对象 同时系统也弹出提示框 是否将爱米莉加入好感对象 希尔达一边闲聊着 一边按下了确认键 果然等级才是王道 爱米莉原本不是好感对象 但随着希尔达等级上升 她现在可以任意添加好感对象了 在希尔达穿越近的恐怖游戏中 有着名为好感度的系统 具体就是通过给要攻略的人物 送礼物之类的行为 从而提升好感度 当好感度上升到最高等级 就可以对不同的好感对象 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 目前希尔达的攻略列表中 有爱德安和公爵夫人 以及刚刚添加的爱米莉 每个游戏人物都有着不同的重要度 不同的人物 每升一级所需要的好感度 有着天壤之别 其中爱德安升级所需的好感度十分的高 这时系统再次弹出窗口 里面有许多的任务和工作模式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希尔达选择让爱米莉帮她擦窗户 行为模式为不休息努力工作 伴随着爱米莉身躯一阵颤抖后 她竟然同意了下来 不等希尔达阻止 爱米莉就自顾自离开了 希尔达本来是准备 等弹窗弹出选择点火的 毕竟这个要求太过无理 可没想到系统居然没有弹出二次选择 看爱米莉的表情不是很好 希尔达有些担心她 然而这时系统又弹出窗口 爱米莉正在努力工作 在结束前金币和经验值将会自动积累 希望爱米莉不要太勉强自己 待会带着咖啡和零食去找她吧 现在找几个好感对象 以后还是不要拜托爱米莉 做这种太过勉强的事情了 这人光明正大的在偷懒 把工作交给她有点不放心 那个人的话 感觉和她走太近 会被牵扯进步太好的传闻 希尔达看了一圈 除了爱米莉 她根本找不到值得信赖的人 就在希尔达的郁闷的时候 一个麻子男孩在窗外向她打招呼 希尔达好久不见了 最近过得还好吗 随着叮咚一声 系统弹出窗口 是否将人卖广嘴快的游地员 设为好感对象 希尔达一段时间没见你 听说你成了小公爵的专属女仆 对方看起来是希尔达的老熟人 可穿越来的希尔达 压根就不认识她 只好生硬地打起招呼 好久不见 您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希尔达你干嘛对我这么客气 成了小公爵的专属女仆后 要保持矜持吗 大家都在背后议论 说你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公爵夫人 哎呀没有那回事 希尔达尴尬地笑了笑 随后她将游地员 加进了好感列表 既然对方的职业是游地员 那肯定可以帮忙做很多事 在喝完希尔达泡的咖啡后 游地员的好感直接上升了20点 希尔达你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 请我喝了这么好喝的东西 我也得为你做点什么 我在村子里送信 还算是消息灵通 需要帮忙可以喊我 当然我也可以帮你买东西 不过钱需要你付 与此同时希尔达的眼中也弹出选择框 希尔达脱塞思索起来 艾米利主要是干杂活 自己能以此赚取经验值和金币 但最近没空去村子 趁此机会正好提升下爱德安好感度 村子里有家卖高级铅笔的店铺 买来送给爱德安 不知道会不会增加好感度 现在希尔达共有90枚金币 而高级铅笔的价格是5金币 最终希尔达让游地员 帮他买16支高级铅笔 没问题 下次来的时候我带给你 随着游地员的离开 希尔达的金币也只剩下10枚 虽然很肉痛 但只有快点提升爱德安的好感度 主线任务才能继续进行 而且只要努力工作 金币迟早能攒回来的 接下来就是准备好点心和红茶 去提升一下公爵夫人的好感度 可当希尔达端着餐盘走上楼梯 他发现公爵夫人的房间格外的长了 就连羊头都被侍女端了出来 紧接着一个新人物 就出现在希尔达面前 本部游戏中最不正常的NPC 却是最接近真相的存在 最早察觉到儿子不对劲的公爵夫人 因为身边人的不信任和极度的恐惧 导致其一直受到精神折磨 在这种状态下 公爵夫人却告诉了希尔达 一个惊天的大秘密 就在刚刚 希尔达正准备去 刷一刷公爵夫人的好感度 却发现一个陌生的男人 从夫人的房间内走出 虽然感到眼熟 但希尔达以前从未在游戏中见过他 从对方敢大声呵斥公爵夫人来看 他应该就是这座宅邸的主人 继承了王室血统的拉夫公爵 就在这时希尔达发现 公爵竟然也能加入好感列表 就在希尔达思索的时候 公爵对他投篮目光 希尔达当即低头行李 毕竟他的身份只是个侍女 不能长时间直视尊贵的公爵 然而刚才一时地走身 却错过了 将公爵设为好感对象的机会 虽然很可惜 但现在刷公爵夫人的好感路 才是头等大事 希尔达站在门外探头看去 虽然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但里面狼藉的样子 还是让希尔达久久无法适应 短暂犹豫过后 希尔达小心翼翼来到夫人身边 她这才发现 夫人的脸色惨白 身体也十分地消瘦 面对希尔达的关心 公爵夫人却在自言自语 重复着说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因为公爵的命令 夫人每天抱着的山羊头 被侍女们丢掉了 所以才会这样哭泣 即使是游戏NPC也太可怜 希尔达决定让她先冷静下来 夫人您被吓到了吧 为了让山羊休息 侍女们去哄她睡觉了 之后会重新还给您的 所以您不用太过担心 希尔达的安慰起作用了 公爵夫人的情绪变得稳定起来 您先尝尝我端来的茶点 休息一下再去见她如何 在公爵夫人喝下茶水后 系统立马弹出好感度提升的窗口 随着公爵夫人心情的恢复 新的探索区域也得以解锁 好久没去神殿了 希尔达你明天和我一起去吧 这时系统再次弹出窗口 神殿 希尔达从小长大的地方 可获得圣水道具 希尔达喜出望外 当即的对公爵夫人表示感谢 把山羊拿回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我们应该没法带她去神殿 但我可以做个山羊玩偶 然而公爵夫人又再次陷入疯癫的状态 她骗了所有人 我的孩子被整个吞掉了 她披上了孩子的皮囊 寄生在我的肚子里 狡猾地冒充我的孩子 披着恶魔皮囊的东西 竟然敢模仿我的孩子 像人类一样生活 强烈的情绪波动 让公爵夫人瘫倒在地 希尔达赶忙上前搀扶 然而公爵夫人突然却拉住她的手 你能感觉到吗 这个邪恶的恶魔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缠上我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还把她当作自己的孩子 视她为生命 但是那东西欺骗了我 直到现在这一刻依然在行骗 看着逐渐疯狂的公爵夫人 希尔达迫不及待地找借口想要离开 然而公爵夫人却捂住她的嘴 安静点别说话 她在远处听着呢 希尔达你也知道那东西是恶魔对吧 既然如此 我不得不告诉你个秘密 你听好了 我决定要杀了那个东西 人明明没有任何疾病 可医生却每天让侍女给她送药 只因女人知道 爱德安是恶魔的转世 就在公爵夫人吐露出这个秘密后 医生和侍女长赶来将他们分开 在离开前希尔达回头看了她 只见公爵夫人毫无生机地 靠在医生的身上 她那些斯底里的眼神 成了希尔达医生都无法忘却的记忆 在给公爵夫人服用完镇定剂后 医生想知道 公爵夫人和希尔达说了些什么 希尔达没有说出一切 只是说夫人让自己将山羊还给她 然而医生却抓住希尔达的肩膀 询问她有没有撒谎 深邃的眼神仿佛要将希尔达看穿 好在侍女长及时帮她解围 这孩子本来就胆小 现在肯定更加惊慌失措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听到侍女长的解释 医生这才松开手 并叮嘱希尔达 如果想起了什么一定要告诉她 第二天希尔达脸色苍白的 和园医师打着招呼 经过昨天的事 希尔达一晚上都在做噩梦 在告别园医师后 希尔达突然发现 艾米莉还在进行委托任务 她以为NPC如果累了 就会自动停止工作 可从昨天开始 艾米莉仍在进行委托任务 于是希尔达急忙赶去探望 只见艾米莉的脸色十分阴森 系统此时也弹出 因为委托太难 好感对象疲劳度正在急速增加 并且艾米莉的好感度 已经降位了零 希尔达急忙终止委托 上前查看艾米莉的情况 可对方却无视了她 自顾自的离开了 希尔达顿感大事不妙 艾米莉是她在游戏世界中 唯一的一个朋友 希尔达觉得糟糕透了 本想提升夫人好感度 结果直接体验了恐怖现场 昨天还整晚做噩梦睡不着 为了赚取一丁点钱 向朋友提出了过分的委托 导致好感度清零 希尔达决定给艾德安送完药后 就赶紧去找艾米莉道歉 可敲了半天的门 也不仅艾德安出声 她以为对方哮喘又复发了 于是便急忙冲进去查看 可刚推开门她就愣住了 原来艾德安正在洗漱 所以才没有反应 将要放下准备离开的希尔达 在经过艾德安的床铺时 被那柔软的枕头所吸引 加上昨天整晚没睡 希尔达不知不觉便睡着了 而洗漱完的艾德安 见希尔达没离开 希尔达的小侍女 因为疲惫 抱着对方的枕头进入了梦乡 而这一幕 恰好被洗漱完的艾德安发现 她没想到这个侍女 居然如此爱慕自己 希尔达知道对方误会了什么 当即解释说是因为太累 所以才抱着少爷的枕头睡着了 艾德安只是微微一笑 不用解释 我知道你在等我 如果你想知道我的一切 现在没人 我可以立刻让你了解 希尔达心里顿感不妙 这小子又要开始发疯了 当即启动彩虹屁模式 我一直都不知道 自己到底对您好奇什么 来到这里后我才明白 我好奇您的生活 尤其是您的气味 少爷您身上滑落的水滴 会是天使的眼泪吗 是属于天国才有的味道吧 无论如何 我都想知道是什么味道 虽然您可能不太会相信 甚至会觉得很离谱 但我还是想跟您坦白 我对于了解您的水珠这件事 可是十分认真的 希尔达眼神很是坚定 因为太丢脸 希尔达根本不敢看艾德安 可他不知道的是 艾德安现在怕他怕得要死 这个侍女也太夸张了吧 就在这时系统弹出窗口 恶魔手下的固有能力已开放 是否激活 希尔达依旧保持着坚定的眼神 按下了确认键 随后他获得了新的技能 每当恶魔的状态发生重大变化时 希尔达都能时时知晓 此时只见艾德安慌张地退后了几步 你刚才的那些话是认真的吗 看到艾德安的反应 希尔达的有些意外 既然已经这样了 不如再得寸进尺点 其实比起水珠 我更喜欢充满您发香的枕头 此话一出 艾德安又后退了几度 状态难显示他正处于回避状态 希尔达集中生智 当即解释说自己想要两个枕头 少爷您肯定很好奇 为什么我会想要两个枕头 因为我心里住着一个角 艾德安弟男人 少爷请把枕头给我吧 艾德安嫌弃地看了看希尔达 然后让他把药拿过来 希尔达听后如释重负 屁颠屁颠去拿药了 等艾德安穿好衣服后 希尔达也将药拿来了 少爷药和茶具我都带来了 希尔达本以为这次危机 也这样糊弄过去了 然而艾德安却邀请他喝茶 看着茶水中满满的危险气息 希尔达陷入了两难 他要是喝了怕是当场就嘎 不喝就会被艾德安发现端倪 这次希尔达该如何选择呢 这一杯含有杀意的红茶 少爷却让侍女将他喝下 通过透视眼 希尔达能清楚地看到里面的恶意 艾德安亲手为自己调制的红茶 里面含有强烈的剧毒 看着艾德安天真无邪的笑容 希尔达不忧一阵胆寒 自己这次也能蒙混过关吗 但奇怪的是 艾德安想要用红茶毒自己 可系统却没有弹出杀意志 难道艾德安是想试探 自己是否拥有辨别恶意的能力 想到这希尔达抓紧了围裙 少爷您专门为我泡茶 我真的很开心 这份恩情太重 我实在是不舍得喝 希尔达想要尝试蒙混过关 可艾德安却没有让他如愿 而是坚持让希尔达喝下去 关于透视之眼的能力 绝对不能让艾德安发现 否则他会巧妙地避开能力 而图谋不轨 可现在这种情况 希尔达陷入了两难 不管是喝还是不喝 都会让希尔达陷入绝境 虽然这是个死局 但希尔达还是决定挣扎一下 少爷这杯茶我不想喝 这是希尔达第一次正面拒绝艾德安 不管如何 他都不能让自己死亡 现在只能先拖延时间 反正艾德安看不到系统 尽量拒绝到不能拒绝为止 然而艾德安却没给他多少时间 希尔达你好像搞错了 我这不是在和你商量 快点喝了他 面对艾德安的步步紧逼 难道希尔达就要暴露了吗 可就在这时是女长突然出现 说夫人想要希尔达陪他出趟门 艾德安捏了捏刘海 思考片刻后 便让希尔达离开 毕竟是母亲找你 这也没办法 下次再用我的特制茶招待你 希尔达都要被吓哭了 但表面上依旧说 那真是我的荣幸 其实心里早就想给他一拳了 说罢便向告辞要离开 然而艾德安却喊住他 叮嘱他路上小心 希尔达则干大地笑了笑 不管如何 自己今天又捡回了一条命 没必要太过焦虑 以后还有很多时间 挖掘他的秘密 靠运气躲过试探 以及那随机应变的能力 很快就会不再有用 随后艾德安端起红茶来到窗边 将里面的茶水全都倒了出去 少爷亲手为侍女泡了杯红茶 可侍女非但不感激 反而全身都在颤抖 因为这是一杯含有剧毒的红茶 有着系统加持的希尔达 从茶杯端上来的那一刻 就感受到了艾德安强烈的敌意 无论他喝还是不喝 都会面临糟糕的处境 幸好这时夫人让希尔达陪他出门 艾德安这才作罢 一脸温和的样子 根本就不像游戏中的反派boss 暂时告别艾德安后 伯爵夫人带着他来到了神殿 在车夫的搀扶下 伯爵夫人缓缓走向马车 简单打扮后的伯爵夫人 可谓是颜值天花板 顿时迷得车夫神魂颠倒 艾德安那副迷人的面狗 也是遗传自伯爵夫人 看着眼前诺大的神殿 希尔达不由感慨 这就是元宿主从小长大的地方 比他印象中的要大很多 在伯爵夫人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神殿大厅 富丽堂皇的装饰 让希尔达再次呼喊出声 来到众多的石像面前 希尔达双手合十 对着石像一一祈祷 请把我们家里的恶魔带走吧 哪位神仙把艾德安带走 希尔达就决定信仰谁 这时神官们也出来迎接伯爵夫人 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 大主教似乎一直在等伯爵夫人 并且夫人摆脱他准备的某样东西 大主教也已经准备妥当 听上去似乎是用来针对艾德安的 就在希尔达还想继续了解时 伯爵夫人却让他待在原地 表示自己要离开一会 希尔达听后有些不放心 伯爵夫人却让他放心 这里不是那家伙能进来的 自己很快就会回来 就在夫人和神官们离开后 希尔达的有些无聊地坐在角落 这时他突然想到 自己也许可以借助神殿的好运 很快一台扭蛋机就出现在他面前 这是系统附赠的升级奖励 每三天可以免费抽取一次道具 随等级提高 里面的道具奖励也会提高 随着扭蛋机启动 希尔达获得了珍贵的香草 可以使伯爵夫人的内心 得到万分之一的治愈 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只要将香草放入废水中 炸至金黄色即可 虽然不算厉害的道具 但总比没有好 虽然神殿并没带来好运 但这里却给他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从某个角度来说 这个地方也算是希尔达的家 毕竟是这副身体从小长大的地方 只要待在这里 希尔达就觉得无比安心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上去人畜无害的老奶奶 背地里隐藏着什么秘密 儿子对母亲的简单问候 却让伯爵夫人如坠冰枯 就在刚刚 希尔达在神殿等待伯爵夫人归来 一个老婆婆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原来希尔达小时候 就是由她抚养长大的 看着在伯爵夫工作的希尔达 老婆婆很是开心 听说伯爵夫的修伯特医生 还建造了慈善医院 关于这件事 希尔达在好友爱丽丝口中听过 然而在见到希尔达包里的山羊王后 老婆婆突然激动地抓住她 你该不会和恶魔信徒有来往吧 听说他们要成立什么组织 希尔达急忙解释说 这是送给自己喜欢山羊的朋友的 听到这 老婆婆脸色才变得好些 但还是叮嘱希尔达 山羊是恶魔的象征 即使是礼物也该小心一点 对不起刚刚吓到你了吧 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 我都一直很担心你 说罢就将一瓶圣水 塞进了希尔达手中 这是受到神圣祝福的物品 可以净化受到诅咒的人或者物品 单独使用它时 可以对恶魔造成伤害 这是老婆婆工作几十年 才从大主教手中得到的 看得出她是真的关心希尔达 希尔达你要相信神 我这里有布莱神殿 也能坚定信仰的方法 可还没等她说完 神官就出现将老婆婆赶走 面对对方的大声呵斥 老婆婆显得十分慌张 简单叮嘱两句后 就急匆匆地离开 这样希尔达十分地不解 而神官接下来的话 让希尔达更加地困惑了 从神官的口中她得知 那个老婆婆是神殿臭名昭著的存在 经常敲诈信徒的前台 她的真名叫乔安妮 不仅会劝导别人姓神 还会怂恿对方捐款 然后将钱骗走 由于在神殿工作多年 加上年纪也大了 不好将她赶出去 负责神殿孤儿院的管理 但在那几十年里 乔安妮却把别人给孩子的捐款 全部都私吞了 表面上装出一副 比任何人都疼爱孩子的样子 贝蒂却私吞善款装进自己口袋 但对于单纯的孩子们来说 她是唯一的监护人 在孤儿院生活的孩子们 不知道受到了多大的伤害 以至于他们终身都难以释怀 好在经过调查 才抓住了她的狐狸尾巴 听完神官的话 希尔达看着手中的圣水陷入了沉思 随着伯爵夫人的归来 意味着到了离开的时候 而在离开前 原本不信神的希尔达 罕见地再次进行了祈祷 刚回到宅邸 爱德安就拉着希尔达 来到伯爵夫人的门口 他要求希尔达陪她给母亲送茶 这时爱德安突然凑了上来 这让希尔达顿时有些手足无措 然而爱德安却只是在观察茶叶 他们之间亲密的样子 让一旁的侍女急忙转过头 想要活得久 该装看不见的就要装看不见 很快木门被打开 相比于爱德安的开心 伯爵夫人却是满脸的惊恐 是女首次和风批少爷正面对抗 在被爱德安识破能力后 希尔达一改往日的懦弱 变得异常冷静 眼神中甚至还带着 冷漠的抵抗和挑衅 而爱德安也做出了她的选择 就在刚刚 希尔达带着从神殿得到的上好茶叶 打算送给伯爵夫人享用 可爱德安却跟了上来 似乎对神殿的茶叶很关心 随着伯爵夫人房门打开 爱德安率先走进去 笑着和母亲打起了招呼 伯爵夫人再见到她的一瞬间 脸色就变得煞白 手中的木制十字架 被她钻得紧紧的 可这东西 对爱德安却没有任何作用 她握住母亲的手 对她表达自己的愧疚之情 爱德安越是对她嘘寒问问 伯爵夫人越是感到恐惧 手中的十字架更是直接摔落在地 就在这时 希尔达来到爱德安身前 将伯爵夫人护在身后 作为庸人 希尔达的行为是十分势力的 面对侍女长的呵斥 希尔达却依旧没有让开 伯爵夫人眼中的悲情 以及空虚皮囊中的思念 这些都让希尔达无法理解 但她却做不到坐视不理 爱德安对希尔达失礼的行为 显得毫不在意 反而催促希尔达泡茶 让母亲品尝一下她带回的茶叶 在泡茶时 希尔达一阵后怕 她不知道自己刚才为啥那么用 这时系统弹出提示 透视之言冷却完毕 当希尔达将目光转向茶叶时 她表情变得惊讶起来 紧接着就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 只见希尔达将泡好的茶摔到了地上 爱德安看到后 露出了邪魅的笑容 似乎早已撂到一板 哎呀真是太可惜了 这可是你特别准备的茶呢 身后的侍女长显得很是诧异 少爷对不起 打碎的茶具我们马上收拾干净 没事的 这也情有可原 茶重新泡就好了 就在侍女长俯身打扫时 她发现刚才的茶水中居然含有剧毒 从希尔达准备茶叶的过程 到刚才泡茶 侍女长从头到尾都看着 虽然不明白希尔达为什么要下毒 但她还是急忙拉左伯爵夫人 去房间外面呼唤卫兵 此刻房间就剩下希尔达和爱德安 伴随着爱德安嘴角的上扬 希尔达也不再隐瞒 少爷 我承认是你赢了 是吗 这是我听过的最让我高兴的话 爱德安踩着茶杯的碎片 来到希尔达的面前 完威地抓起了她的下巴 少爷您在夫人房间外 是故意靠近我的吧 没想到您是在那时候下的毒 眼看卫兵即将赶来 爱德安抚摸着希尔达的脸颊 然后贴近说道 爱是的家伙太多了 我还想和我的天敌多聊聊呢 你果然拥有能读出啥杀意的能力 想必你也知道我的秘密吧 希尔达你最好祈祷 因为要送走你 而感到可惜的情绪不会改变 毕竟你以后很难再见到我了 看来短期内 我都不需要让人给我送药了 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小圣语 却让恶魔少爷格外的在意 为了将其囚禁起来 甚至不惜使用不正当手段 面对有可能是自己天敌的希尔达 爱德安却做出了 让人匪夷所思的决定 就在刚刚被陷害入狱的希尔达 提出想要面见伯爵大人 只要能见到他 也许就能洗脱自己的嫌疑 就在守卫被他说动时 爱德安巧合般地出现了 面对少爷提出 单独审讯犯人的要求 守卫担心他的安全 表示自己也要留下来 上去 随着声音的传出 守卫仿佛失去意识版 木讷地离开了 随着爱德安的靠近 希尔达脸上浮现出惊慌的神情 只要我的命令没有违背生存本能 那我便能自由操控所有人 可催眠却唯独对你不管用 我的身份你早就知道了吧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自认为伪装得很好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难道你真是我的天敌吗 面对爱德安的询问 希尔达却毫不客气地反问 每天见到您都战战兢兢的是你 您觉得他会是天敌吗 我承认知道您的一切 包括您杀人的理由 但我并没有害过您了 作为您的天敌 应该拥有强大的能力才对 是不是因为我没给您拿药 导致您判断力下降了 这么简单的问题 以您的头脑 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 希尔达打算先降低爱德安的警惕 等自己逃出去后 再找机会给他致命一击 可爱德安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傻眼了 你的口才比真正的天敌还要厉害 所以就由你去寻找 能让我恢复力量的食物吧 你的能力虽然对我不成威胁 但会妨碍到我 我不能就这样放你离开 希尔达 看看你身后的墙壁 要不要让我告诉你 别人是如何被钉子穿透身体的 虽然我不相信你们人类 但我相信人的欲望 我相信你想要活下去的本能 既然你对我没有杀意 那就留在我身边 让我见识下你的忠诚 希尔达 我愿意试着相信你一次 这次可不要让我失望了 伴随着系统的提示音 希尔达的称号被更改为 恶魔的准心腹 无限的侍女接受了恶魔的帮助 重获自由的代价 则是为她献上名为人类的极品 一夜之间 希尔达就成了恶魔的准心腹 虽然从牢房中脱身 但关于她对伯爵夫人下毒的罪名 依旧没有被洗脱 其他人对希尔达纷纷避之不及 生怕惹她不开心就会惨遭毒害 就在这次系统弹出提示窗 原来是好感对象的动态提醒 艾米莉此时正发着高烧 但仍惦记着希尔达 而艾萨克这边 放着希尔达交代的是不去做 而是跑到单恋对象的窗前跳科目三 看着两个人的差距 希尔达越想越气 就在这时他突然撞到了什么东西 原来是伯爵里的人渣马夫 虽然他表面看上去很正常 但背地里却偷偷和女仆们不清不楚 毁掉了好几个女孩的人生 但因为只有他能驯服伯爵的马 所以直到现在还留在府中 杰德对于希尔达下毒的事情很感兴趣 便摸着他的手腕 询问希尔达是否有时间 如此油腻的行为 让希尔达厌恶极了 当即甩开杰德的手 然而对方却认为 希尔达这是在玩玉琴故纵 妥妥地下头难行为 希尔达愤怒地让他让开 自己还要帮少爷跑腿 可杰德却不以为意 打句着说 你去干什么 又去送毒药吗 杰德的话让希尔达火冒三丈 刚准备问候他祖宗 杰德却突然搂住他 你的态度我很喜欢 看起来很有驯服的乐趣 希尔达嫌弃急了想要推开他 然而杰德却紧紧抓住他的手腕 别再挣扎了 和我共度欢乐的时光不好吗 对方如牛般的力量 让希尔达根本无法挣脱 把你的脚拿开再说 我的专属女仆被你踩得很痛啊 度过梦幻般的时间是什么意思 随着声音的停下 杰德脸色变得煞白 只见爱德安不知什么时候 出现在希尔达的背后 马夫不要命了 居然敢骚扰恶魔少爷的专属侍女 下一秒 少爷就出现在希尔达身后 你是叫杰德吧 能回答一下 你想和我的专属女仆 度过怎样的时间 作为伯爵府的主人 我很好奇 强大的气场 吓得杰德落荒而逃 爱德安低头询问希尔达是否受伤 多亏了你我没受伤 啊对了 您怎么突然来停院了 看着慌慌张张的希尔达 爱德安笑着让他冷静一下 那少爷您是来赏花的吗 母亲暂时要去疗养院了 我是来送他离开的 夫人从神殿回来后 状态虽然有所好转 但他的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康复的 去疗养院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夫人在仆从的带领下走上马车 爱德安则在远处默默看着这一切 我本想帮母亲亲主即将到来的生日 可现在看来是无法实现了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毕竟知道我真实身份的人 全都离开了我 母亲最近身体变差了 我想去庭院修剪下他喜欢的植物 小时候 我们还一起种过柚子树 爱德安此刻的样子 仿佛像个人类一般 希尔达不由一阵失神 突然爱德安弹了下他的额头 你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光是看你的脸 就能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希尔达我要谢谢你 愿意帮我挑选要杀的人 我感受到了你那颗 因为忠诚而疯狂跳动的心 不是 这小子他在说什么呢 您让我这个小侍女帮您杀人 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了 没事 我从小就是急脾气 你可别忘了 不然就你自己来当祭品 此话一出 希尔达立马老师将祭品名单送上 第一个目标是管家阿尔文 行动力那么强的管家可不好找 放弃放弃 那小提琴家马修怎么样 音乐天赋很少见 想要促进音乐发展少不了他 而且你说音乐家没用 是很失礼的 没有艺术的生活 和野蛮人没什么区别 您把这些人都排除了 那您准备杀谁啊 难道是刚才那个马夫吗 只有他才能驯服父亲的马 所以他得排除在外 看来你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不如在决定杀掉某人之前 我先教教你如何动手 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呢 是一份死亡名单 可上面的人都活得好好的 只因他们还有存在的价值 哪怕是人渣 爱德安也不打算对他出手 比起让希尔达挑选祭品 爱德安更希望让他 担任图书这个角色 但从希尔达的表情中 爱德安看出了他的犹豫不决 希尔达你是真的打算帮我吗 在这种问题上 你总是闭口不言 不过对于身为人类的你 这确实不是简单的问题 我也不想勉强你做不喜欢的事 看着爱德安离去的背影 希尔达心底 仿佛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 他想起夫人离开时 爱德安那哀伤的眼神 以及那句 都会离他而去的自嘲 希尔达不由自主地伸出手 喊住了爱德安 他觉得自己一定是疯了 少爷 现在让我当屠夫确实很困难 但我可以提前了解一下 根据下手的轻重和方式 对您找回力量有影响吗 爱德安听后停住了脚步 转身走了回去 行吧希尔达 你有哪些疑问 有的时候 爱德安给人的感觉就像个孩子 很快希尔达就提出了他的疑问 如果不把对方解决 而是留一口气 然后迅速将他交给少爷 由少爷给出最后一击 这种情况能找回力量吗 我想应该是可以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 给对方施加痛苦和间隔 受害者所受的痛苦越大 我所找回的力量就越多 但是找回力量的间隔越长 那么病症就会越严重 什么破诅咒 居然要求这么多 想必爱德安一直以来 都活得很辛苦吧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都有可能会因痛苦而晕倒 虽然希尔达没有体会过 但他知道 这一定很孤独 希尔达感觉自己 越来越看不懂爱德安了 像杰德那样的坏人 爱德安却要放过他 面对希尔达的疑问 爱德安给出的回答是 他只是暂留对方一命 以起自己 他觉得希尔达更让人搞不懂 明明他那么努力躲着自己 却还想着救自己的盆栽 少爷您自己想想 附身在人类身上的恶魔 和一个平凡的人类 哪个更让人看不懂 爱德安听后 竟然真的开始思考 看到少爷滑稽的模样 希尔达不由轻笑一声 这也许是另一种意义上 只有自己才知道的爱德安 突然许多墨水 滴在爱德安的皮鞋上 还没等希尔达反应过来 爱德安就倒在了地上 他的手上沾满了黑色的墨水 人害怕的怪物陷入生死危机 一心想要逃离他的侍女 却在此刻慌了神 往日药物都能完美 抑制爱德安的疾病 可是现在他却倒在地上 想到这希尔达来到后处 他想要确认一件事 无视其他侍女的谩骂 打开橱柜 药品果然整齐地摆在这里 并且没有开封过的痕迹 为你是在无视我吗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难道因为送药的工作 被我抢走了 你才这样胡来的吗 面对对方的喋喋不休 希尔达转头瞪着他说道 你今天忘了给少爷送药吧 说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他必须马上将药带给少爷 可没想到的是 对方不仅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甚至还大声呼喊守卫 但希尔达此刻来不及解释 爱德安的症状比平时严重 如果自己要是不快点 可能就再也见不到爱德安了 随着夜幕的降临 侍女长起身对希尔达道谢 少爷上午竟然没吃药 多亏你及时拿来了药 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下毒那件事发生后 少爷曾警告我们不要斥责你 但我们却自作主张 把送药的工作交给了别人 对不起希尔达 少爷就交给你了 是女长离开后 希尔达长舒了一口气 他有些后悔救了爱德安 但对方在自己眼前都快断起了 他不能坐视不管 这时爱德安突然出声 吓得希尔达一个机灵 希尔达你在这里做什么 少爷您终于醒了 要这种东西 在别人准备好之前 您自己也要时刻记得吃呀 戳了戳他的手指 真的是你啊希尔达 看你的样子好像被吓得不起 我小时候身体器官 甚至全都错位过 但我依旧活下来了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 谢谢你救我 面对爱德安的道谢 希尔达却将头转向一旁 就在这时系统弹出窗口 收到爱德安的感谢 解锁制造所以及沉睡技能 并获得5000金币奖励 即使这样 您也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我的少爷 您可是行走的金币带呀 这女每获得一次少爷的感谢 就会获得一次系统奖励的金币 原本让他恐惧不已的恶魔少爷 此刻在他眼中成了行走的钱袋子 为了获得爱德安的感谢 希尔达像苍蝇般围绕在他身边 面对如此殷勤的希尔达 爱德安表现了有些绝望 他觉得希尔达没必要天天加班工作 但希尔达表示这是自己应做的 虽然爱德安不是很理解 但还是默认希尔达的行为 但很快他就后悔了 因为希尔达已经连续四小时 在他耳边求感谢了 这让爱德安觉得 也许希尔达才是地狱中的恶魔 为了漂亮的裙子和大量经验制 希尔达决定要狠狠压榨爱德安 为了暗示少爷感谢自己 希尔达不断地感谢起他 爱德安一脸猛圈 这是怎么个意思 我是真心感谢少爷您 我不仅天天为您送药 还在背后默默帮助您 而且也不会 像之前那个侍女一样偷懒 对这样的我 您应该有话要说吧 对这样的我 您应该有话要说吧 嗯嗯谢谢你希尔达 这是系统弹出提示音 爱德安对您的感谢 就像指甲盖那么大 看着一枚金币和一点经验 希尔达愣在了原地 少爷我突然悟了 我不能天天围在您身边 需要给您私人空间 然而爱德安听后 脸色突然差了起来 希尔达这才想起 爱德安已经很久没有获得祭品了 力量无法得到补充 就会经常生病和昏倒 就在希尔达思索的时候 爱德安却突然起身 希尔达以为他要出门散骨 便急忙提醒要穿上外套 然而爱德安却走到柜子旁 拉开了其中一个抽屉 听你之前说的话 感觉你可以为我做任何事 我有件事想要问你 紧接着爱德安凑到他身边 递给希尔达一个尖锐的物体 随后在他耳边缓缓问道 你有过杀人的经验吗 少爷强硬地搂住侍女的腰 只是为了教会他刀的用法 感受着腰间传来的温度 希尔达小脸刷得一下就红了起来 爱德安虽然觉得这样的希尔达很可爱 但他还是将手松开了 毕竟距离上次献祭已经过去许久 他需要希尔达帮他寻找祭品 在此之前 爱德安需要教会他刀的用法 在经过三天的培训后 希尔达已经学会了刀的用法 而寻找祭品的地点就选在附近的村子 爱德安给希尔达十个小时的时间 猎杀到祭品后 便在约定的地点见面 在脱离爱德安的视线范围后 希尔达只觉得浑身轻松 至于寻找祭品的事情 他决定随便找个借口搪塞过去 在经过一个巷子时 系统弹出的警示窗吸引了他的注意 还没等希尔达反应过来 系统便再次弹出提醒 您的恶名等级已达到二级 禁忌区域已开放 原来希尔达之前威胁爱德安 以及在神殿中抽扭弹机 都导致了他恶名值的上升 并和善良的NPC形成了敌对关系 总而言之希尔达恶名 正朝着不可挽回的方向发展 虽然感到很惊讶 但有之前死里逃生的经历 希尔达很快就镇静了下来 突然一个人从旁边撞了过来 对方看上去凶声恶煞的 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希尔达道歉说自己是伯爵府的女 第一次来这里所以不太认怒 可下一秒对方就跪倒在地 是小的有眼无珠 竟然没认出恶名远扬的姐姐 我愿意为您的邪恶之路 献上我的一切 求您饶我一命 随着叮铃一声系统弹出提醒 格罗佛 村中体力较好的混混 是否将其加入好感对象 原来随着恶名值的提升 希尔达成了恶势力的头目 还没等他做出选择 一名黑衣男子从远处呵斥道 格罗佛你趴在地上干什么 可当看清希尔达的脸后 他直接光当一声磕起头 对不起刚刚没认出是姐姐您 我们愿意一辈子效忠您 是否讲格罗佛和卡登 设为好感对象 希尔达刚想开口拒绝 那两个人就开始扒拉起他的衣服 姐姐您那堪比恶魔的气势 以及那深邃的眼睛 是我这辈子最恐惧看到的东西 您的赞扬是我最想听见的称赞 只要能成为您的手下 让我在地上爬着走都行 希尔达刚想解释什么 系统就传来提示 宿主位在规定时间进行选择 系统以自动同一列为好感对象 下一秒格罗佛和卡登 就和打了鸡血一样宣示效忠 而系统也弹出了他们激烈表 格罗佛可以进行恐吓和威胁 卡登则可以进行诈骗以偷东西 希尔达让他们随便做些什么 可刚说完 他们就像猴子一样窜了出去 留下一脸猛圈的希尔达 这时小孩姐也出来补刀 妈妈快看 那个姐姐是坏人 此刻希尔达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毁灭吧 我累了 平复完心情后 希尔达来到商店 打算买些能提升好感度的道具 他拿起一个地球仪 系统立马弹出介绍 爱德安会喜欢的地球仪 希尔达刚打算购买 系统就弹出提示 背包空间不足需要700金币扩容 希尔达叹了口气 也许可以去找卡登想想办法 卡登是谁啊 爱德安不知何时出现在希尔达身旁 面对少爷的询问 希尔达解释说是刚认识的朋友 但却让他很在意 卡登是男人的名字吧 希尔达微微一愣 他本以为爱德安会像往常一样 言语冰冷眼神犀利 虽然你说喜欢我 但你从来没喊过我的名字 跟我说实话 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 此刻爱德安的样子 仿佛像是一只被抛弃的小狗 系中令人闻风丧感的反派 却会因女主喊别人名字而吃醋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想要杀掉希尔达的情感 逐渐开始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随着爱德安出现在商店 村民们纷纷送礼表达感谢 谁能想到游戏中唯一的恶魔 竟是受人爱戴的存在 在表达感谢后 爱德安将礼物都转送给了希尔达 随着消息的传出 越来越多人送礼给爱德安 而希尔达手中的礼物也越来越多 就在这时系统弹出提醒 您的背包空间不足 是否花费七百金币购买 希尔达在心中狂喊 系统你小子不能动我金币 可希尔达被礼物压到 他一个手滑按下了确认镜 爱德安凑上前关心询问 只见希尔达捂着眼睛 泪水忍不住地流出 在这一刻他破防了 我到底做错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只要和少爷在一起 就会发生这种事情 希尔达直接趴在地上摆烂 您想训斥我就训斥吧 我也不在乎 您会不会随意发火了 希尔达情绪地崩溃 引得其他人议论纷纷 虽然不明白发生什么 但爱德安还是将希尔达 带离了商店 并蹲在他身旁道歉 对不起是我太过分 我已经决定以后 不再收礼物了 就算收了礼物 也不使唤你拿了 爱德安以为是自己做错 便一直对他道歉 我从来没想过训斥你 看到你因为我而落泪 我的心情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爱德安的话语 听得希尔达小脸一红 只见他蜷缩在椅子上说道 这都怪您 明明是有钱人 却不谢绝别人的礼物 是因为我没按时赴约 所以您才故意这样做的吧 您每次都这样 用一句简简单单的道歉 蒙混过关 看着希尔达哽咽的样子 爱德安只觉得心头一拆 罕见的手无足措起来 我只是看到你别人亲密相处 就感觉很奇怪 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这份情感 就在希尔达还想吐槽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在爱德安的面前 弹出一个提示框 爱德安感到慌张 希望他停止哭泣 但随着叮咚声 希尔达获得了50金币 突如其来的奖励 让希尔达停止了哭泣 爱德安松了口气 以为是自己的话语起作用了 可他却不知道 希尔达是因为看到了金币 所以才立刻停止了哭泣 上一秒还在哭泣的女孩 在收到系统的奖励后 眼泪一下子就收了回去 爱德安以为是安慰起了作用 偷偷地松了口气 并细心地为希尔达擦拭着眼角的泪珠 爱德安的行为 让希尔达有些慌张 为缓解尴尬 希尔达表示那些礼物扔掉太可惜了 其实可以拿走几个的 我仔细一想 您也许会觉得有点可惜 面对希尔达的担忧 爱德安只是微微一笑 那些东西都把你弄哭了 我一点也不觉得可惜 看着靠过来的爱德安 希尔达顿时小脸一红 心里扑通扑通跳个不行 随着天色变得昏暗 爱德安从小巷子中走出 脸上似乎残留着不属于他的液体 他将自己的外套脱掉 温柔地盖在希尔达的身上 现在对你来说这种事 还是有些太困难了 所以今天就由我来处理吧 但是你既然掌握了用刀的方法 却没能和我一起动手 真是太可惜了 以后我们一定要一起 此刻希尔达欲哭无泪 但还是强装镇定 少爷我知道了 那就好 看到你在慢慢适应 我很安心 不要太担心 你是有天赋的 你肯定能做得很好 现在我们回家吧 再回公爵府的路上 希尔达脑海中一直充斥着一个想法 虽然爱德安优雅帅气 但他也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恶魔 是少爷第一次带侍女外出狩猎 干净利落的手法 让希尔达一阵后怕 就在这时爱德安让他负责下次狩猎 哪怕心中在害怕 希尔达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就在他们启程回公爵府后 寻谷却盯上了爱德安 一直追踪人口失踪案的男人 通过助手 终于在这个村子发现了蛛丝马迹 而一切的矛头都指向爱德安 为了心中的正义 他决定明天亲自去一趟公爵府 而公爵府内 本来十分沮丧的艾米丽 却突然变得很少开心 甚至还主动向希尔达打招呼 这时系统弹出提示框 艾米丽一觉醒来后心情舒畅 好感等级提升至四级 今天的天气好棒啊 前几天我还特别累 今天就突然精神焕发了 看着状态良好的艾米丽 希尔达在心里感慨 真是万幸 她看起来睡得很好 看来沉睡技能成功派上用场了 沉睡是她升到15级获得的技能 对于不用的对象 持续的时间也不用 但冷却时间都是为两个小时 可以让使用对象一天沉睡一次 攻略的难度越低 沉睡的时间就越长 但这个技能在战斗中不可使用 并且一旦陷入沉睡 除了威胁生命的物理攻击外 一般是无法叫醒对方的 希尔达觉得可以给艾德安用用 让她睡个好觉感觉也是不错的 可很快希尔达就心中一惊 自己在想什么呀 怎么会在一起艾德安 与此同时艾德安突然一惊 她仿佛听到了希尔达的声音 紧接着她微微一笑 希尔达现在在做些什么呢 就在这时艾米丽告诉希尔达 管家阿尔文让她去一趟客房 虽然希尔达满脸的疑惑 但还是放下手中的工作去客房了 毕竟管家发起火来 可是很恐怖的 很快希尔达的抵达了客房大厅 你终于来了 抱歉突然把你叫来 是公爵大人提出要见你 希尔达很是诧异 公爵没事找自己做什么 面对他的询问 管家似乎有些为难 就在这时有人从二楼走下 正是寻补和他的助手 我等的脖子都快断了 要知道作为寻补的我 可是很忙的 这时管家出言提醒 这里是公爵府 请您注意言行 助手听后赶忙道歉 寻补见状也无奈地说了句抱歉 我负责整个村子的治安 和凶恶之人打交道 是我的工作 我可不能像贵族那样 整日摆出一副优雅的样子 希尔达暗暗吐槽 他不会是说给我听的吧 这时寻补开始介绍自己 我是治安官哈里森 旁边的是我的助手杰弗里 工作繁忙 我们问点事就会走 当然如果能把这个侍女带走 我会很开心的 就在这时公爵出现 他让管家带他们去大厅 你是叫哈里森吗 村子的危机就是公爵家的危机 如果有能帮助到你的 不管是什么我都在所不惜 让我们去大厅好好聊一聊吧 所以是说 昨天村子发生了凶案 有目击者看到了 我的儿子爱德安出现在哪 助手有些紧张地回答道 证词上是这样说的 所以为了确认 我们才特意来访 听说您儿子多病 连在长时间散步都做不到 而在事发当天 他却出现在现场附近 公爵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而那天与他同行的 还有这位侍女 希尔达小姐 你得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否则我们只能亲自去见那位少爷了 不用这么麻烦了 你们没必要亲自去见少爷 他和那个案件没有任何关联 哈里森听后朝着希尔达靠近 你能证明所言非虚吗 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 可这就是事实 我还需要多说什么呢 你以为只要否认就万事大吉了吗 我对于审讯可是很有自信的 希尔达小姐 你最好不要后悔自己做出选择 其中最大的反派boss 终于是遇到了他的克星 作为宿敌的寻补 仅是通过简单的现场勘察 就猜到了凶手极有可能是艾德安 就在他登门拜访公爵府时 一直想脱离恐怖游戏的希尔达 却帮艾德安撒起了谎 面对寻补审讯的威胁 希尔达依旧一副冷淡的神情 少爷只是去村庄买茶叶而已 可寻补并不相信希尔达的说法 您不信可以去茶叶店求证 少爷为他心爱的母亲买茶叶 是一件很离谱的事情吗 明明有这么明确的不在场证据 您为什么一直怀疑我们家少爷 我可不是和你来玩文字游戏的 寻补别过头 想要咬一咬手中的铅笔 可希尔达却伸出手 将他的铅笔夺走 在寻补诧异的目光中 希尔达淡淡开口 很抱歉 少爷患有严重的哮喘 如果您希望和少爷面谈 就请不要咬铅笔 寻补听后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五头大笑起来 公爵府的女仆还真不简单啊 哈利森寻补您满意就好 这时一直坐在沙发上的公爵站起身 今日的谈话就到此为止吧 如果寻补您还有其他疑问 以后可以随时来访 我知道了 那我们过几天再见吧 当寻补等人离开后 希尔达淡定地行走在走廊中 可下一秒 他就整个人瘫坐在地上 他刚才气势差点被吓得半死 那个寻补的直觉太转了 还好自己蒙混过关了 可过几天他还会再来 接下来该如何是好 其实刚才只要希尔达说出真相 那么就有机会摆脱爱德安 可脑海中却总是浮现出 之前爱德安宠溺的眼神 明明是可以结束一切的好机会 希尔达却自己放弃了 就在这时爱德安出现在他面前 发生什么事了 我听说有寻补找上门了 希尔达你伤到哪里没有 面对少爷的伸出的手 希尔达下意识地往后缩了锁 爱德安见状有些沉默 紧接着便开口问道 你到底想怎样对我 在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后 你虽然害怕却又主动粘着我 你总是不安和害怕 希尔达有些不明白少爷的意思 爱德安却让他别多想 他只是随口一说 平时不信神的希尔达 此刻却像是得到了某种神域 他抓住爱德安的手喊了 少爷 我只是担心您才这样的 今天来府上巡捕 好像发现了您的蛛丝马迹 拜托您在外面行动时小心一点 当希尔达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完了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他首先想到的都会是 该如何救下爱德安